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2月17日 今天来谈谈薄熙来的近况 现在网上有关薄熙来过世的消息 比较多 有一些是通过微信群发过来的 有一些是通过海外的中文媒体 那么也可能是个巧合 也就前几天环球邮报 有一篇文章 谈到了记者采访了 加拿大一家非常有名的公司 这家公司的产业是数百亿资产 在国内 在中国在海外都有生意 那么这个公司聘请了 拨瓜瓜 也就薄熙来的儿子 这个人目前在蒙特利尔工作 做这个公司的这个 叫项目分析师 那么据说已经干了这个两年多了 看来这个消息还是比较靠谱 那么但是有关这个薄熙来本人 这个因病过失这个消息啊 现在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这个证实啊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整个网络还是一个 不是全部开放的状态 有些新闻官方可能就要 这个还要研究一段时间才能发布 那么有一些新闻 即时就可以发布 记得当年这个虚明死的时候啊 由于在这个监狱当中啊 湖北的一所监狱里面 也是一种非正常死亡 所以说当时海外媒体也是议论纷纷的 那个 后来得到这个官方的证实 但是目前薄熙来过失的消息啊 今天看到海外的这个 看中国网站啊 他发了一条消息 他这个标题很有意思 京城密语 传薄熙来死于京城监狱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过去在这个香港 这个创办了很多的 这个反共的杂志啊 也就右派杂志嘛 其中比较有名的 有这个 这个开放啊 前哨啊 曾鸣 现在曾鸣和前哨 曾鸣和开放呢 一个是变成网刊了啊 前 这个开放变成网刊 曾鸣停刊了 今有前哨了 那么曾鸣过去曾经 我记得经常愿意用一些小标题啊 为了这个吸引读者阅读啊 都是京城而语 现在关于 薄熙来死去这个消息啊 的确算是京城而语了 今天看中国网站讲到什么 讲到就是 继这个薄熙来的亲姐姐 薄熙迎 11月24号去世后啊 这个薄熙来的家族又有新消息了 说一个是薄瓜瓜 在加拿大 鲍尔集团做这个商业分析师 那么12月15号 推特上用贴文指出呢 就薄熙来在12月12日在北京 清城监狱过世了 死因不明啊 那么这些消息正好云集在一起啊 变成了一个小的高潮 也就是媒体可能进一期都比较关注这个薄熙来家族了 那么作为上个世纪啊 薄熙来家族就有过工作上啊 生活工作上的交集啊 曾经遭受薄熙来迫害啊 做了文字玉的这个本人 对这件事情应该讲是比较关心啊 那么其实生老病死啊 都是人子昌情啊 不论你是当多大的官啊 也不论你多么有钱 也不论你多么有名 多么强势 你总有一天 就是这样这个 完结自己的生命啊 这个告别这个人生啊 关键是什么啊 人活着一定要做一些 就有利于这个社会 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啊 那么薄熙来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啊 我们知道啊 他在这个中共这个历史上 应该讲 还属于一个魅力性的干部啊 就是还是很善于这个表演啊 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多年啊 特别是在这个大连啊 和这个重庆这个期间啊 应该讲是新闻人物啊 只差一步啊 就可以这样讲 我就进军中南海这个金字塔 这个最高层啊 那么假如他的爸爸 不是死在这个2007年啊 相信也不会中共这决策层的一些领导人啊 主要是胡锦涛当时这个班子 也不可能把它放飞到重庆去啊 偏于西南语啊 他本人在那个地方 绝地反击啊 当时搞得也是风声随起啊 那么主要是在重庆这个唱风大黑啊 这个当时这是搞得这个飞飞扬扬 现在那时候 这个海外媒体曾经组团啊 包括很多的现在活跃的这些新媒体人士啊 都跑到重庆去给这个薄熙来碰抽搅了 那么现在这些人当中很多人变成了 随着薄熙来的倒台啊 或者保持沉默了啊 或者是变成了大博派了 这就是什么呢 是我们看到了 想到了中国有一句 有句话讲非常好啊 就是强倒重人推了 那么薄熙来 现在这个过失这个消息啊 这个还有待于官方的 来证实啊 但是呢 有必要对薄熙来这一生啊 做一个讲简短的啊 这个评述 那么本人认为啊 最早的薄熙来啊 他在这个大连这个金县的时候啊 那时候还是有一点就是说理想 最起码想干一番事业啊 当时也是雄心不顾 作为总共的一个 这个组织部门 这个培养 精心培养的一道干嘛 那么由这个北京 这个下派到啊 这个大连市这个金县 后来金县改成了荆州了 升了一格啊 由于薄熙来的到来啊 他在那个地方 应该讲还是做了一些 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做了一些这个 有益的工作 特别是他爸 我当时是中共的这个 元老啊 在这个政治舞台上 也是在这个权力核心啊 也是一个起到很大作用的一个人物 所以说他可以通过自己这个家族的背景啊 拿到很多优惠政策 包括银行的贷款 包括项目 包括人脉关系啊 他为了自己的政绩啊 那么当时在这个大连金县呢 这个做了很多的就方方面面的工作啊 特别是对这个旅游的事业啊 应该讲 他还做了一些贡献 不能说他做的事都是毁事 他做的一部分是还应该讲 做了一些好事 但是从庭上来看啊 他有个最大的问题啊 他是一个这个两面派啊 是一个贪腐 这样的一个官员啊 他在大连的期间呢 把整个这个大连官场的风气带坏了 因为在他没有来到之前啊 大连的这些地方领导人啊 几乎我都接触过啊 那时候接触他们的时候 也没想到有一天会这个 合伙起来发生重途啊 会因为揭露他家族的腐败 被判刑坐牢 以至现在流亡海外了 移居海外啊 成为了这个中共极权统治的一个批评者 那时候没有想到 所以说这个体制内的官员呢 比较相信我 我和这个大连市的当时的这个市委书记啊 这个于学祥啊 这个毕西珍 这个胡以宁啊 这个魏富海啊 这个等等啊 这些地方官啊 都有过或是或前的交往 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官员和我是 就相当熟悉的朋友了 因为那个地方特别小啊 不过那么五六百万人口啊 这个我在那个地方 这个做了十八年的新闻记者 做了三级啊 第一级是大连日报 第二级是新华社大连市社 第三级是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 特别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啊 是东北第一家啊 这个办事处级别的 也就下面有站的啊 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啊 这个一个 这个港媒的一个长度机构啊 所以说有条件啊 便利的条件 了解大连的方法连连 自然而然啊 和这些官员呢 在工作上联系比较密切啊 不是我有什么本事 而是因为当时就那么有机缘啊 所以说知道了这个 波西来家族的真实情况啊 并非他在这个政治舞台上表演的一样啊 他这个在大连日期间啊 一方面通过他手中的权利啊 那么也通过他太太创办的 这个鼓开来律师事务所啊 早早就开始做生意啊 最早是搞一个这个民属文化的研究所 就开始捞钱 然而接着就是开律师事务所 最后干脆搞成了一个 叫招商方面的啊 资金方面的公司啊 也就是惠律师顾问投资有限公司 这个站在前台上的代理人啊 是一个台湾的 因为这个姓程的啊 这位一位先生吧 那么所以他的家族啊 这个可以这样讲吧 名利送手啊 权钱同吃啊 而且早早就开始什么呢 准备好了 把这个财产转移到海外 而且把自己的儿子啊 派到海外去读书啊 去深造啊 去的确有一个非常远大的 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 不仅仅是把这个钱财 这个拿走啊 名声拿走 而且准备加来啊 这个对中共这个权力金字塔 进行判身啊 判身之后 还有接班人啊 所以说他把这个他的儿子啊 就波罗罗罗早早的啊 送到了新加坡 先去学英文 然后到英国伦敦去深造 然后再到美国啊 这个也都是有计划的 要准备成为接班人啊 特别是在重庆期间 波及来搞一些重要的这个会议的时候 一样波罗罗罗曾经参加过啊 坐在他的身边啊 这就说明什么呢 他这个不仅仅是自己个人想 夺得中共这个这个最高权力 而且想让后代也接班啊 假如有一天 他真的是像习近平现在这样啊 成为中共这个权力核心的第一号领导人了 那可能波罗罗罗绝对不会如此的委屈啊 才在才到这个加拿大啊 这样一家公司去做一个这个业务分析师啊 这根本不是他的一个理想啊 一个抱负啊 那么 我起来才大连啊 之所以啊 这个他能够就是说 当时这个促使大连这个知名度提高啊 我认为这里 这个有很多的原因啊 其中也伴随着什么呢 就中国改革开放 这个行使和这个机遇啊 改革开放呢 当时啊 因为大连是这个继深圳特区之后 第一个啊 年开放的开发区 所以说他就拿到什么开发区 国安委会这个党委书记的头衔啊 实际上这个开发区不是他建的啊 开发区应该是大连的 这个很多的地方官员啊 付出很大的辛苦啊 这个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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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那里奋斗啊 这个干起来的 他是后来去把这个探听自宫归机油啊 说他很善于什么通过媒体啊 撒谎 这个吹牛编故事啊 探听自宫归机油啊 那么其实当年主持这个大连开发区啊 这个建设的是唐启舍啊 是副市长 就老唐啊 那个日子是干家啊 那么主持当时大连新台湾 就创业的是这个 经纬的当时一位副主任姓李啊 这些人都曾经和我是非常 这个熟悉的朋友啊 我对他们非常了解啊 那么薄熙来特别善于媒体宣传 所以说给外界的印象 好像大连的发展的成绩 全是薄熙来的 并非如此啊 但也不能否定薄熙来是做了一些有意的工作 但是呢 也借助于这个便利的条件呢 这个贪腐的进入是惊人的 所以说本人认为啊 就环球游和报道说 他的儿子在蒙特利尔 这个为了谋生 找到一份工作啊 我不太相信他家里还缺这份钱啊 因为他这个案子可以这样讲 中共权力层 这个是一种内斗 这个出现的案件啊 在判刑的问题上 肯定是中央政据 先研究判多少年 然后再检裁筛选 这个他这个犯罪证据啊 很多严重的犯罪的罪行啊 甚至涉嫌杀人的事情啊 都已经血藏下来了 挑选出来都是极大这个要点啊 极个主要部分来对接什么呢 他的刑期就是无期徒刑啊 因为他挡住了习近平上升的路啊 那么对这个胡锦涛 文家王也构成了威胁 那肯定这个案件呢 不仅仅是个腐败的案件 也是一个政治案件 由于呢 中共这个官媒 他的不开放性啊 很多的真实情况都隐藏下来了 特别是他在重庆啊 唱红打黑啊 践踏法律啊 这个搞了640个黑社会啊 这些情况啊 都没有这个报道啊 所以说大连的老百姓 重庆老百姓有很多人啊 还非常的愚昧啊 就是怀念不惜 那是真相啊 他不知道啊 并没有知道他全部做的一切啊 仅仅是官方告诉老百姓 是什么就什么 那么这个信息由于不对称啊 所以说再加上 波及来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 善于表演 那时候中共又给波及来 这个最大程度的啊 就是媒体对这个 法院审判的这个情况的开放啊 所以说他也是享受了一次特权啊 那么他这个在收审过程当中啊 那么他这个辩护的程度应该 应当讲是最高的啊 而且他失踪不认罪啊 在法庭上充分的这个表演啊 结果造成了很多人的一些误会啊 那么再加上有一些波粉啊 一些既得利益人啊 早早了吧 就财产算一到海外了啊 在这个海外有钱 自然就可以买通一些这个媒体啊 不断的这个微波协来账目啊 所以说近些年来啊 有关波协来一些情况 从来没有计划过啊 即使在2012年王立军事件爆发之后啊 波协来倒台啊 鼓开来判刑啊 最后王立军也判刑等等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可以看到在海外这个媒体上 不认为是文字还是视频 总有些人啊都在军军乐道的啊 刮其他的这个赞扬这个波协来啊 仿佛他如果能够就是说 这个进军中南海啊 取代习近平就可能比现在做的要好啊 本人认为啊 他即使他上去了 中国同样是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啊 可能在这个有些方面 会或许会和习近平的执政风格啊 就略为不同 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什么呢 总共集权总统治啊 由鼎盛走向衰败啊 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内政外交同样都是受困的 在这个言论自由方面 宗教信仰方面啊 这个都是一样会遭到打压的 肯定会有很多方面的 或许比这个习近平还有这个钻制啊 那么这些情况就不能比较了 因为历史没有加入啊 波协来坐牢之后 那么有关波协来在监狱当中的情况啊 我们都是所知身手啊 据一些知情人讲呢 他在这个去年呢 因为这个肝病啊 这个曾经在部队医院里 疗养了一段时间 治疗了一段时间啊 那么前一段时间 他的这个姐姐呢过世啊 波协迎过世的时候 那么网络的图片显示呢 还让他送了这个画权和晚联啊 那就证明对他的待遇还是不错啊 甚至还有川爷说呢 让他本人呢 也这个在这个警卫人员啊 在这个看守这个监控下 也到这个这个兵营馆去告别啊 但是这些消息都很难得到证实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坐牢这个待遇啊 要比本人坐牢的待遇好得多了 因为人家毕竟是中央政府区的那边 而且是红二代的 习近平机器团队啊 还要这个在这方面 还要显示显示自己的姿态啊 那么现在 现在传言过起来呢 在12月12日就死在七城监狱啊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因为本人他这个人 就是心胸特别狭窄啊 脾气又暴躁啊 这种人往我关到大牢了以后 这个还是很难受的 这个很容易啊 这个自身疾病啊 第二呢 他本人在这个过去 这个失业顶绷的时候啊 也是在这个很多方面挥霍自己啊 特别的这个有魅力啊 特别的这个能言善别啊 而且手里又有钱啊 长得又潇洒 讲起话来呢 这个如同悬河之口 逃逃不去啊 所以说女性 这个对他这个崇拜的 这个很多呀 那么他本人在这方面 就特别的擅长 所以可能对自己的身体的痛质 也非常厉害啊 那个时候 不起来不喜欢喝酒啊 仅仅都喝一点啤酒 但是特别的 这个沉沉于色呀 这方面和很多的一些 这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电影明星啊 歌星啊 甚至体力明星啊 那都是 这个有一些这个 这个性的关系啊 所以说这个他的太太 这个鼓开来啊 也非常神奇啊 这方面的创问都非常多啊 我相信没有人比这个大连的 这个官场 商场上的一些人呢 更知道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知道这些内幕的人呢 越多的人越是不发声 不敢发声 或者是觉得不值得发声啊 特别是如果发声讲了太多了 处击到了现在 总共的权力核心的 其他人来建在的啊 同样贪腐 比他还要 还要差劲那些官员的话 那就麻烦了 所以说 这个有关波险来这方面 身体状况啊 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此外呢 这个毕竟是 年事已高了啊 这个身体多病 而且 本人又是 刚才也讲到了 脾气就比较暴躁 很不包容啊 也很难使自己的情趣 沉淀下来啊 我们知道 你做到这个期间呢 你一定要有一种 这个调节自己的心态的能力啊 能够忍辱伏众啊 但是波及来一般来讲 做不到啊 他这个报复性呢 特别强啊 所以说 这可能也是他身体啊 这个患病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网上有很多的传言啊 说他是非正常死亡等等啊 本人认为啊 这方面好像可能性不大 因为他本身呢 已经官养了 这个六七年了啊 再加上 现在中国这个局势 越来越是他看到了 就是东山再起的希望 已经没有往甚至破灭了 因为习近平 他这个牢牢的掌控了 总统这个部队的权力 我不知道前几天 本人曾经评价过啊 不过习近平 这一天踢拨了很多的将军啊 一年内啊 上将就踢拨了一大批啊 那么部队现在可以这样讲吧 至少从表面来看 那是对习近平是非常用户的 所以说 这个要想跌覆习近平啊 部队不是国防军啊 还是无产阶级 这专政的工具啊 党内全都被一个有力的武器啊 想这个 靠这个像邓小平那样啊 这个 在那东山再起 全土冲来这种希望 根本就不存在啊 本人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啊 曾经谈论这个问题啊 此外呢 即使是习近平的对立派 共情团派啊 像李克强 这个胡春华啊 这些人 那么共情团派对习近平 这个对这个薄熙来 也是恨之如故啊 所以说 他的凡人根本就没有希望啊 那么实际上 本人认为啊 薄熙来 在2012年啊 就是被抓捕那一体 开始就已经死掉了 死掉的是他的精神啊 是他那种 就是 被自己啊 精心打造了一个虚拟的形象 那么他忽悠的拥护的 都是底层的 不明真相的啊 这个老百姓啊 特别是那些 这个大连的小巷 总理啊 也就是那街道里面那些 居民里的老大妈啊 看了不起来呢 这是很潇洒 特别习惯啊 再加上他能不能回到 而且那些老大妈呢 根本不会上网啊 往往都是对海外一些新闻啊 所知甚少啊 更不可能凭着善良的愿望 猜测 他家族当那些覆盖问题啊 那么再加上 他当次那些嫡系啊 以残酷的手段 打压知情症啊 打压那些敢于批评他的人啊 比如像上个世纪 他就本人这个 灌到这个大闹里啊 为了防止 这个被抓捕我的消息外泄 还把我关押在 旅顺海军基地里面啊 甚至这个 用他的秘书啊 也就现在目前在吉林 这个铁北监狱服刑的 这个车辉啊 就车客迷啊 他当然是大连安全局 党委书记 让他做过 我的作案组组长 全面的监控我 就怕我这个 被抓捕的这个消息啊 让这个大连老百姓知道啊 那么 就非常的可惜啊 也就是说 这个本人经过 多年的啊 这个精心的 这个钻写的一部 就描写啊 这个狱中的这个生活 也就遭受波西来 迫害这个 这个故事 现在没有这个出版啊 那么相信 将来很快就会 和多人见面啊 那么 如果能早一点 这个发表的话 可能更好一些啊 对人们认识 波西来的真面目 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 种种的原因啊 这件事情 延缓了一些啊 但是啊 本人认为 波西来在 2012年 资出被算归那个时候 实际上就死掉了 留的不过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躯壳 是一个肉体啊 是一个忽悠这个 一个大忽悠的 一个虚幻的 这样的一个大饼啊 一个 一个彩虹 虚幻的一个彩虹啊 那么 当然了 很多的 重庆人啊 包括大连人啊 有些人非常的 这个真诚的啊 这个 也是怀念 波西来 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 就是这样嘛 他们往往非常善良啊 有一些非常的 这个愚昧啊 本身来讲呢 这个 不知道 海外这些行为 更不知道问题的一些 这个真相啊 特别是波西来 这种精彩的表演 也是迷惑了 他们啊 比如说 重庆的老百姓 曾经经历过啊 波西来当时 这个 利用这个 黄契藩 虚构了 说六年半 买房这个 这个梦想啊 但是你看 你看现在的重庆人 没有几个 就追求这件事情 你就说明什么 说明啊 中国的老百姓 往往都是这样 就黄泉的思想啊 就非常的严重啊 黄泉在最高层 那是中南海的 就金字塔顶尖的人物 那么如果在地方的 地方的领导人啊 当时由于 波西来在重庆 精心的表演啊 忽悠了重庆 很多的地上老百姓 老百姓就被他 当成了重庆的一个 一个皇帝了 那么这个 非常的可惜啊 那么 波西来 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啊 中共的官媒也没有进一步 进一步记录 他的这些真正的 这些面目啊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投鼠极其啊 怕一旦披露之后呢 对于中共这种 这个专制政权的本质啊 是一个暴露啊 所以就在掩盖啊 这结果就造成了一些 这种状况啊 那么 不管怎么样啊 俗话讲了 概观论定啊 也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死了 那么也就算他是 这一生就完结了 他给人们留下了什么 一个形象 应该就是一个两面人啊 一个这个表面啊 那真是谈吐 那是非常的修杀 讲的那是非常漂亮 好话讲尽啊 但实际上做事 才会是做绝啊 在大连不仅贪腐啊 素人啊 可以这样讲 早就过意了 而且还寻死忘法 制造了无数起的冤家错案啊 特别在大连 这一个小小的城市啊 这个当了市长 就当了书记啊 就制造了多少呢 制造至少啊 十几起非常有名的 这个冤家错案啊 除了本人这个文字语字外 还有大连天天渔稿的啊 这个冤案啊 那么还有呢 这个刘晓斌的案件啊 这就大连是中纪人民法院副院长 刘晓斌的一个冤案啊 还有大连广电局的一个副局长啊 这个这个冤案啊 这个还有这个韩晓光的案件啊 特别是韩晓光的太太是国安部 这个人事司特别主力啊 死于武器空难啊 武器空难实际上 根据大连的传言啊 和薄西莱有关系啊 和他的秘书都有很大的关系啊 到现在为止 这是魏杰之谜啊 那么此外还有那个 这个张维杰的这个行踪啊 下落这个案件 到现在也是那个谜啊 也就是大连电视台的太阳女主持人张维杰啊 这个到底是生是死啊 当时究竟这个他这个案子啊 可不起来是个什么关系啊 最后也没有结论啊 所以这些事情啊 都是留下了一个悬念啊 但是啊 人生已逝往往都是这样啊 俗话就是讲啊 厌过留神啊 人死留名啊 但是不管这个名字好名 还是坏名 还是恶名 还是这个 这个保名啊 还是英明 但是薄西莱肯定是留下了痕迹啊 就给人留下了一些啊 这个很多的这个猜测 很多的评论 很多的评价 很多的这个这个狭写啊 那么关于这个有关啊 这个薄西莱 这个目前的这个近况 到底是死去了 还是冷安在这个 庆祝节育复兴这个事情啊 本人还会继续这个追踪啊 由于呢 我收到这个微信这个号上面的 这一篇这个 有一个网友发过来了啊 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一位网友 发过转发过来的啊 这位展示给大家看看 这个这个视频啊 这个这个这个画面啊 他这里讲到什么呢 是一个叫汪文泽的 他是江门寺 湖北商会执行会长 说薄西莱同志 与今天事实相连70岁啊 看来他称为同志 就说明 说不定发这个 这个视频这个人 对于薄西莱是抱有同情之心啊 这也可以理解 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原理啊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关于薄西莱故事这个事情啊 不仅是看中国的网站啊 有报道 而且呢 在这个微信群当中 也有议论啊 特别是看中国的网站 今天讲到薄西莱自死的时候 他才这样讲 他说北京有一朋友说呢 说16日夜间下边 在回家的路上 说是在这个家属院啊 就听到一位老大妈 谈到了 因为这个老大妈呢 住在这个 一个秦城街狱家属院 那也就讲 也就说他如果传言 说薄西莱死掉了 那应该讲 比较靠谱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这件消息 还等待着 中共官媒的证实啊 因为毕竟他这个人是生活 就关押在北京的秦城监狱啊 那么如果他真的死掉的话 那我相信 等一段时间 那肯定得到时机成熟了 中共的官媒 说不定也会公开的报道啊 到了那个时候 可以再做一期节目啊 谈谈 进一步谈谈 我的想法 那么 今天的多报点经节目 就会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